每一年來到CES 我最期待看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Sony的發佈會 今年Sony除了有說到 它們的發射衛星 PSVR 2 未來 甚至連GT7 都會出VR之外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我身邊 後面這一架電動車 這次說的車和上次有少許不同 甚至連上司一期都說了 我們一齊看看 這次Sony來到CES2023年 和Honda一起發表了 它們最新的一款設計 直接幫它改名 有一個新的品牌的名字 就是Avila 因為想提醒大家 汽車應該都有感覺 有智能 又玩應音等等 這些都智能了 應該很有感覺 你看到前後左右都不同了 裡面的娛樂系統 都說會很漂亮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等到最快2026年的春季 才會在美國見到它上司 其他地區就更加沒有提到 另外再說一下 車本身有總共45個Sensor 或者相機 亦採用了QUALCO SNAPDRAGON的一個方案 來驅動它的智能系統 至於其他資訊方面 暫時都未提供到 可能要等到接近2026年的時候 才會有進一步的消息 來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還會有其他CES的報道 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N街的中文版 就這樣